《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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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电波爆发 是宇宙中的非常极端和神秘的现象 2023年度邵逸夫天文学奖 平均班比邓肯洛里麦 莫拉麦克劳克林 和马修贝尔斯 以表将他们发现快速电波爆发 这里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我们现在还有十多公里 就会去到六堤 六堤望远镜就在那里 六堤天文台 还有很多其他望远镜 我们现在在国家电波静止区 这里没有手机讯号 所以在这里用不到手机 任何电波干扰 都可能会影响我们观察太空 邵逸夫长得长者莫拉麦克劳克林 和邓肯洛里麦 搬到西弗吉尼亚州 在这里可以有更多时间 使用六堤望远镜 我们会上去六堤望远镜 和体贴 这个人挺有趣的 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兴趣 她很有趣 很厉害说故事 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尝试新事物 我们都对科学和天文学很有兴趣 射向我们身后的碟形天线 反射到上面的反射镜 再反射到侧面其中一个接收器 我们使用这个大型接收器 找快速电波爆发 信号会由接收器传到控制室 西弗吉尼亚州的六堤望远镜 是美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碟形天线有两个美式足球场这么大 六堤望远镜和其他望远镜 收集到的数据 帮科学家发现 超过700个快速电波爆发 不过科学界最初不相信 存在快速电波爆发 诺里默来自英国特纳武棍 18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有机会使用望远镜 我记得麦里老师 把望远镜的锁匙给了我们 我和几个男孩就用来看月食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对天文学很着迷 他在卡迪夫大学修读天体物理学 再在曼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先后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射电天文学研究所 和波多黎国的阿雷西博天文台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麦克努克林来自美国 《宾夕法尼亚洲》 报中时 霍金的《时间简史》出版 这本书讲解 广义相对论 《黑洞》和《宗子星》 我看完之后 对天文学很入迷 他在宾夕法尼亚洲纳大学 修读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再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在阿雷西博天文台 写论文的时候 认识洛里默 他们后来一起在英国 卓瑞尔河岸天文台工作 2006年 他们加入西弗吉尼亚洲大学 成立了一个天体物理学团队 和学生展开研究计划 他们使用的电脑程式 是麦克努克林当年 还在研究生的时候研发 用来寻找来自太空的电波蜜聪 我们当初研发这个程式 是为了偵測来自其他星系的 默冲星默冲 这些巨大的默冲星 有时候会发出很明亮的默冲 你会听到棒棒的声音 这个时间序列里有一个明亮的爆发 这个程式会计算草音水平 我们用来测量负默冲草音的水平 我们叫它作为Sigma 找那时可以设定水平 例如设定为那个噪音水平的5倍 我们就叫它作为5Sigma 会不会有比这个水平 更加明亮的默冲呢 洛里默的学生亚十使用这个程式 分析一个射电望远镜的 旧測量数据 发现了一些不尋常的东西 我们很快就留意到这个来源 它在图表的上方 代表它非常遥远 另外我们用大圆圈标记这个来源 代表它非常明亮 它的特性引起我们的兴趣 它们在2007年发表开创性研究论文 描述发现了第一个快速电波爆发 这次爆发被称为洛里默爆发 它的讯号在大约30亿年前 离开所在的星系 穿越宇宙 到达地球 不过科学界当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发现了新的天文现象 科学家很兴奋 但也有很多质疑 科学家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有些人会说 不可能是真的 一定是你的仪器出了问题 科学家开始尋找更多快速电波爆发 我找到很多爆发 但发现原来是来自 帕克斯天文台的微波炉 所以有一段时间 有些科学家质疑 洛里默爆发只是有人用 微波炉钉食而产生的 微波现象 就连麦克努克林 都开始质疑洛里默爆发 我们翻查过很多其他数据 都找不到类似的信号 我甚至发表论文 说这个爆发的数据 可能不是真的 因为很不沉上 用相同的演算法 都找不到另一个类似的讯号 我有时都会怀疑 但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外不这是新发现 我们不应该浪费这个机会 直到2013年左右 科学界逐渐相信 存在快速电波爆发 最有说服力的是 我们用其他望远镜 陆续找到这些爆发 例如是波多黎各的 阿雷西博天文台 和美国的绿体望远镜 当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望远镜 开始看到这些爆发 我们终于肯定 这些是真实的物体 真实的爆发源 麦克努克林目前担任系主任 而洛里麦就担任研究副院长 他们继续研究快速电波爆发 快速电波爆发 在天文学界引起轰动 现在已经成为天文学的 重要研究领域 与宇宙学和基础物理学 息息相关 也都与核物质和新天文现象的 研究有关 洛里麦和麦克努克林 仍然是这个领域的典范 如果想了解快速电波爆发 你会去请教洛里麦 这个领域变得很快 因为太新了 大约20年前 厄尔希梅聘请了洛里麦 和麦克努克林 当时他们是 射电天文学的生力军 大学更加因为他们 将学系名称 改为麦理及天文学系 他们很有影响力 无论是麦冲星计舌 还是快速电波爆发的研究 甚至是他们所有的研究 的确在射电天文学领域 引领着全世界 他们没有停下脚步 希望取得新突破 我们正在观察快速电波爆发 我们用收集到的数据 编写新的演算法 从而更有效地 找到快速电波爆发 我们用人工智能来搜寻数据 这个是持续不断的探索 我现在花了很多时间 在北美纳克之引力波 天文台的研究计划那里 在这个合作计划 我们用射电麦冲星的高精度计时 来找麦冲星的 麦冲到达时间里面的微弱涅动 这些由时空里面的 低频连移造成的涅动 我们叫它做引力波 除了忙于工作 两夫妇亦都照着三个儿子 他们住在摩根敦 一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屋 小子欧文说 爸爸妈妈不只是科学家 那么简单 爸爸很厉害 喜欢玩音乐 妈妈也喜欢玩音乐 他跟爸爸一样 参加过一些音乐团体 他们都很有头脑 两夫妇最近慶祝结婚二十周年 我们一拍即合 不单只是夫妻 而且是工作上的会拍档 为共同的研究项目奋斗 我们都喜欢小朋友 每个儿子出生 都以不同的方式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一年后大儿子就会升读大学 所以家里会清静一点 我们都在想 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下一节我们会去澳洲 了解马修贝尔斯的研究 很高兴可以跟一位 以前的学生局同学奖 尤其是他跟我很合拍 在2023年充满天文学奖得奖者 马修贝尔斯 住在澳洲门尔本 每天早上都会踩二十公里单车 我会觉得踩着单车 穿过树林 能够远离科技 对我的心理健康很有好处 有益身心 他在澳洲雅德莱德长大 自小对外太空很有兴趣 我六岁时 人类登陆月球 当时真的很震撼 家人为了看登月直播 特意买了电视 我记得妈妈叫我在电视前面坐下 说太空人快要登陆月球 过来看 他宴爱数学和科学 小学同学帮他改了个花名 叫做教授 小学六年班的数学测试 老师有时会叫我帮忙出题 我想我那时出得太深 令我不太受同学欢迎 但我天生就喜欢数学 很享受计数 贝尔斯在亚德莱德大学 取得理学学士学位 再在澳洲国立大学 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 九十年代 他在英国的卓瑞尔河岸天文台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在那里认识了 共同获得今届少日夫奖的 邓肯·洛里默 我指导他写关于麦聪星的石士论文 他们很投契 关系很好 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有热诚 很享受我们一起做的研究 他们后来去了不同地方发展 贝尔斯回到澳洲 诺里默就去了美国 但他们一直保持联系 贝尔斯加入斯威本理工大学 成立天体物理和超级计算中心 2007年 贝尔斯和诺里默去了澳洲最大的 射电望远镜 帕克斯天文台的穆里扬望远镜 我问洛里默 你最近有没有新发现 他说其实发现了一个爆发源 但不是很清楚是什么 他有一些不沉上的特性 而且看起来非常明亮 洛里默的学生使用 迈克·劳克林编写的程式 分析帕克斯望远镜的旧测量数据 发现一个不沉上的讯号 我们画了这些图 显示电波能量随着时间和频率的变化 这里是望远镜三分之一秒的数据 显示当中有多少能量 每处的三分之一何秒 我们测量望远镜收集到多少能量 我们在这96个无纤电站 也是这样做 看到荧光幕上这个位置 而且还要按光 令我们很震惊 真的难以自信 快速电波爆发 是千分之几秒内的电波爆发 释放相当于太阳几日辐射的能量 第一个被发现的快速电波爆发 叫做洛里默爆发 以邓肯洛里默命名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爆发的时候 觉得很有趣 我相信对洛里默来说是好事 但当时我们只发现了一个爆发 而且还没清楚是否真的 我当时想希望最后会成功 有了第一个发现之后 贝尔斯回到柏克斯望远镜 尋找更多爆发 我们看着噪音 一晚又一晚地坐在那里 希望能够发现另一个爆发 但就是没有发现 几年过去 贝尔斯仍然找不到另一个快速电波爆发 心里开始有怀疑 心情很复杂 当时我年轻很多 我发表了一篇论文 说我们要回头是岸 一切都是错误 我在想可能我做错了 可能我不应该做科学家 可能有些粗脂过急 我记得我和洛里默讨论过 但他仍然深信快速电波爆发是真实存在 科学家亦对发现 洛里默爆发抱怀疑态度 当时一位荷兰科学家 同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 输到一千美金 说快速电波爆发并不存在 2008年 贝尔斯带领团队 将柏克斯望远镜的数据记录系统 从类比升级为数位 我们的团队为射电望远镜 建造了所谓的数字后端 有些像超级电脑 可以非常快速地分析数据 我们同来自德国、意大利 英国和澳洲的同事合作 测量整岸南半球天空 称为高时间分辨率宇宙蜗冲星巡天 我们在柏克斯望远镜 做了几千个小时 他们在2013年终于取得突破 升级后的柏克斯望远镜 发现了四个快速电波爆发 然后另一个望远镜也有发现 贝尔斯童年出席一个会议 一位天文学家在会议上发言 说他在波多黎国的 阿雷西博天文台发现一个爆发 跟洛里默爆发相似 我非常兴奋 真的太好了 我真的很想去跟他拥抱一下 因为等了很多年 一直希望会有人发现 当时所有快速电波爆发 都是在柏克斯天文台发现 所以我想 终于有人在地球另一边发现 不再是柏克斯天文台独有 这是快速电波爆发存在的真评实据 科学家目前已经发现 700多个快速电波爆发 也发现60多个会重复爆发 快速电波爆发的其中一个成因 和磁星有关 磁星是磁场最强的行星 但相当不肯定 它的表面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爆炸 不单只会产生电波爆发 还会产生X射线爆发 快速电波爆发 也可能来自黑洞或者中止星碰撞 这个领域很引人入星 科学家不断努力找出爆发的成因 是这个领域的吸引之处 爆发的成因仍然是一大迷断 特别是我们可以利用快速电波爆发 来探测宇宙 就像电子计数器一样 每次快速电波爆发经过电子时 都会有一些延迟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延迟 来计算我们和快速电波爆发的来源之间 有多少电子 澳洲思维本理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 亚当·德勒 亦都是研究快速电波爆发 这个是非常极端的现象 如果我们找出成因 就能够更深入了解宇宙 德勒认识了贝尔斯二十年 他赞扬贝尔斯开创了快速电波爆发的研究领域 贝尔斯不断提升多个射电望远镜的技术 有助偵測更多快速电波爆发 贝尔斯现在是澳洲研究委员会 引力波发现卓越中心的主任 他带领团队探测由黑洞引起的引力波 他以培育新一代科学家为己任 我认识的是 读中学时 没有人教我如何成为科学家 所以我希望给年轻人 有更多机会学习科学 他们做不做科学家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他们知道如何成为科学家 才是更重要 这位中学生从12岁开始 就跟随贝尔斯做研究 他希望日后同样能够成为天文学家 我想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 我的目标是在澳洲领导研究机构 就像贝尔斯一样 我非常尊敬他 他身份很风趣 很乐意支持年轻人 Luca 你想离开吗 贝尔斯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科学 他个女儿雷切尔说 爸爸经常教孙子孙女认识太空 我爸爸很重视新教 对科学很有热情 会鼓励小朋友认识科学 他很喜欢跟我个女儿 讲一下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太太玛丽昂在大学读医科的时候 很欣赏贝尔斯 更加主动约会 不知不觉40年过去 他们已经有四个子女和四个孙子孙女 玛丽昂对丈夫莫班少逸夫长感到自豪 真的很兴奋 真的很兴奋 尤其是因为已经发现了很久 但是国际科学家用了一段时间 才真正认可这个发现 所以我很高兴 他获得邵逸夫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